我们在前面的影片学习整数的乘法的时候 认识了不含0的两个整数相乘时 基的符号要如何确定 那这个规则用在分数的乘法里面也是一样的 举例来说 整数乘以整数 五分之三乘以二分之一 会等于十分之三 那么怎么计算 负五分之三乘以负二分之一呢 我们可以先把五分之三和二分之一相乘 那这里你看到有两个负号 就相当于基这里的负号前面再加一个负号 那就是负十分之三的相反数 也就是正十分之三 正数和正数相乘 结果是正的 负数和负数相乘 结果也是正的 两个同号数相乘的结果 会是正数 如果是一号数呢 像是五分之三乘以负二分之一 这个正数乘以负数 结果是负的 或者负五分之三乘以二分之一 负数乘以正数 结果也是负的 两个一号数相乘 结果是负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两个分数相乘 基的性质符号要如何确定 那如果是多个分数相乘 基的性质符号有没有什么规律呢 比如说这个式子 里面有一个负的乘数 那这三个数相乘是正的 然后正数再乘以负数 所以基的性质符号为负 现在我们在这里再加一个负号 变成有两个乘数是负数 那就由你来判断 这个式子的正负吧 答案是A 这两个数相乘 基为正 正数乘负数 基为负 接下来负数和负数相乘 基的性质符号为正 我们再看一下 乘数有三个负数的情形 这两个数相乘 基为负 然后两个负数再相乘 基会变成正的 最后呢 正数与负数相乘 所以它的基性质符号是负的 那么如果是四个负数相乘呢 这两个数相乘 基为正 一正一负相乘 得到的结果是负的 然后啊 两个负数相乘 所以基的性质符号为正 好 我们现在来观察一下 式子当中负乘数的个数 和基的性质符号之间的关系 负 正 负 正 我们可以总结出来 当有几个不是零的数相乘的时候 负数的个数如果是基数时 它们的基性质符号为负 负数的个数如果是偶数时 它们的基性质符号为正 那显然如果乘数当中有零的话 基肯定就是零啦 接下来我们做个练习 这个式子当中的负数有三个 是基数 因此啊 它的基性质符号为负号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数的部分相乘 按照以前学过的分数的乘法 进行约分 答案是负9 整理一下这些的重点 几个不是零的数相乘的时候 负数的个数如果是基数时 它们的基性质符号为负 负数的个数如果是偶数时 它们的基性质符号为正 那显然如果乘数当中有零的话 基肯定就是零啦 在计算多个分数相乘的时候 我们要先确定基的性质符号 再将数的部分相乘 这支影片到这结束咯 请你多练习几次才会熟练咯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